各位觀眾 水上游的殘餘 路上跑的電動車 老師你都帶著會員一把抓 究竟呢 還有哪一些潛力個股 還沒有跟所有的投資朋友們透露的呢 所有的答案 就在今天的節目中告訴你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收看股市戰國策 我是主持人子珊 今天是8月3日 節目一剛開始還是要持續的來關注奧運賽事 而今天準備要來登場的 有男子110公尺的跨欄項目 以及呢桌球男子團體8強賽 最後當然是馬術個人的障礙穿越資格賽 那也希望所有的選手們都可以發揮自己的實力 勇敢的來向前這一步 並且呢勇奪獎牌好嗎 回到台股呢 今天開盤在17489點 而美股股市呢騙賣好壞不一 疫情呢持續的來升溫 道雄指數小跌了97點 而費半指數持續的來創下新高 來到了3377點 究竟今天台股的表現是如何 當然最專業的股市分析就要交給最專業的分析師 雷光老師 主持人好 投資朋友大家好 那就像主持人剛剛說的 雖然道瓊小跌了97點 但是我們的費半呢 在美股來講可是創下了新高 那費三半導體對台灣的台股有什麼樣的影響 那影響最大的當然我們是我們台股的半導體 那其中領軍的就是我們的權王台積電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今天的台積電 在590幾塊的時候 它的股價還是往上做小幅度的上漲動作 那當然大家對於現在的航運股 也是有很大的一個看法 那甚至於在最近從7月8號一直到今天 幾乎賴進來的10個裡面至少有8個以上 手上都是有航運股的 那我也今天有一個爆炸媒體雜誌 也跟各位做一個說明 讓大家知道可以心安一點 那再來就是說 我們的台股目前今天盤是好像蠻悶的 但悶的狀況呢 當然跟昨天的費半有一點關係 我們先看一下台股好了 是 今天的台股的話 一直來到了平盤上下來做一個小小的整理 在看台股之前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昨天的費半 這個是110年的8月2號 也就是我們的費城半導體 美國的費半導體 在這個地方呢 最高是3420 各位現在看到了這邊的數字 暫時是一個第一位 也就是說 已經是創下了新高 那這個新高呢 就像我之前跟各位講的 現在美國的投資人每一個人的心目中的指數 已經不是3萬多點了 已經是4萬點了 那相對的呢 我相信美國政府呢 或者是說FED包吻呢 在這個地方所實施的措施 都是有利於美國道雄指數 佔上4萬點 那我們這個就拭目以待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台股 在台股方面的話 今天的台股的大盤也是蠻悶的 今天呢是開低 那最高也不過漲了30點而已 那目前呢是在盤中 目前這個時間是在1點15分 那目前呢 看到這邊是做一個小跌的動作 那這個小跌的話 目前是在5點到6點左右 所以今天的大盤就這樣子做一個上向的正當動作 從最高的30點到最低的47點 這個地方也差不多做了七八十點的正當徘徊 那很多的投資朋友都會想說 老師我現在手上的股票 有很多都被套住的 那尤其是航域 待會我們來再看一下航域 我們先看這個地方好了 各位現在看到的是一個8月3號星期二 也就是今天的一個報章媒體雜誌所刊登出來的 那各位還記得嗎 那在大概兩個禮拜之前 那個拜登他也說他要打壓一下 航運的這方面的運駕動作 那經過了兩個禮拜之後呢 終於在昨天就做一個鬆口的動作 那不但鬆口 他還做了這樣子一個 一個下一個引言 現在美國是不干涉運駕的喔 兩個禮拜前就是因為干涉運駕 所以從7月8號就一路下跌 然後中間呢 在7月14號就再做兩天的反彈 然後再下去再下去 那現在美國已經不干涉運駕了 所以航運業可以鬆口氣 航運業可以鬆口氣了 那現在的 現在的東西都在說漲價的動作 所以各位 你現在手上如果有航運股的 或者是你真的之前沒有買航運 這一波你想去買航運的 不用客氣 你就LINE上來給我 我就告訴你怎麼去做一個進出的動作 在這方面來講的話 基本的服務我是做得到的 我們再往下看 那這裡有一個 全球貨櫃航運飆漲與效應 那到底有什麼樣的效應動作呢 各位這邊有一個 三大黑天鵝效應 歐美需求大增 還有一個航運供給不足 旺季運價創高 所以目前各位看到的 都是最新的報章媒體雜誌 所表達出來的 那當然呢 在這方面 他們一定也有去做一個深入了解 那到底深入了解 在於報價運費要上漲 那我們台股的航運 貨櫃三雄 會不會在這個地方又被拉高動作呢 想要知道答案非常簡單 只要觀看我的節目就可以了 我們再往下看 各位現在看到這個是一個LINE 這個LINE是我去年11月10號 或許今天你來看我節目的投資朋友 你會想說 現在已經2021年了 吳老師你幹嘛拿2020年的LINE出來呢 這個是非常有意義的 待會你可以知道答案 各位現在看到的是 這個是原文 這個是原文 時間是2020年11月10號星期二 那因為字可能小了一點 所以我就把它放大 那放大呢就變成這個樣子 2020年11月10號星期二 重要在哪裡呢 這個是我的會員 我跟他說 我剛開完會 6415系列KY 您看一下 有可能是新股王 那其他呢在LINE上不方便說明 因為這是商業機密 各位 現在的新股王就是6415 就是6415 那或許你會想說 為什麼吳老師你那個時候11月10號 你會告訴你的會員 你的LINE上面的朋友說6415的新股王 各位 因為從去年2020年3月10號開始 上來的全部都是半導體 那我相信呢這個半導體 不要說我們台股 包括在道琼或是其他國家 這個半導體都是在整個股市裡面 最重要的一環 所以呢我就大膽的跟這個 跟會員講 跟這個投資朋友講 一定要去看6415的CDKY 那果真呢 我們來看這個地方 6415 它最高的果價在哪裡呢 我們來看這裡 我把它放大 最高的果價在這裡 今年的7月12號 最高來到4125 那我們看看之前的前股王 3008 大力光 7月12號 它的果價在302 那今天呢 今天的股價最低在289喔 在289喔 所以在7月12號 就已經完全佔領了大力光的那個股價之高 所以它就變成新股王 那今天呢 其實老師 你是不是還有一個小故事沒有跟大家講 為什麼會特別提到這個股王 也是我們這次要跟大家講到的 其實在去年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成功預測到 系列一定會長高過大力光 那這個時候其實就是要跟大家報告一下 在去年的時候 老師的會員其實有先詢問一下 大力光 大家現在看到其實螢幕上方都可以看到股價 有沒有超過大力光 這很顯而易見的 然後再來我要跟大家提醒到 如果 你也想要跟著老師一起 所以要麻煩各位拿起你的手機 掃描我們螢幕上方的QR Code 因為老師其實剛才有特別提到說 航運股的部分 手上還抱著航運股 不知道該怎麼辦的 也麻煩各位 手機拿起來掃描QR Code 或是輸入賬號94888BVIP 同時要提醒各位喔 能夠提前預測到這一些有潛力的個股 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一定是相對要有非常久的一個經驗 累積才能夠把這些經驗呢 化作成實戰的一個獲利 來給所有的投資朋友好嗎 那今天老師其實有帶一個 這個東西其實我剛剛也有在斟酌 要不要來跟所有的投資朋友們講 因為畢竟我們系列已經是 顯而易見的是 非常的成功的來預測了嘛 今天老師要跟大家報告是 股後2021年的股後對嗎 2021年的股後 是 會跟各位報告 我們看下去 你就知道股後是哪一檔了 我們再看下去 所以在2020年的時候 我就已經跟大家講過了 這個新股王就位是6415的CDKY 是 然後呢 在7月13號 上個月7月13號的時候 我也介紹了一檔股票 介紹一檔股票 那檔股票叫做5269的翔碩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是8月3號的報章媒體雜誌 那在這個地方寫了USB4很夯 翔碩威風看望 各位這個錶頭看一下就好了 但是這個地方跟各位解釋一下 USB它會夯的地方在哪裡 如果各位聽過在5G的環境裡面 有一個叫產業叫做宅經濟 那這個宅經濟裡面呢 最重要的 第一個一定是遠距教學 跟工作 這兩大塊的產業是最大的 在宅經濟裡面 那這個時候呢 都需要很多的server NB什麼之類的 那這個需要一個傳輸 那這個傳輸呢 不管你今天是近距離 遠距離 這個傳輸一定要快 所以呢 在翔碩這個地方呢 就貢獻了USB4這個地方 好 我們再來看 如果說 7月13號的翔碩 那個時候的股價大概最高 是1700多塊錢 對 如果還有人建議你 請你買進去 我不曉得 會不會有人買進去 但是呢 在那個時候 我在節目上跟大家講 我是怎麼跟大家講的呢 如果你想要知道 因為我們這個節目 股市戰國策 一向來都是有圖 有真相 有影片 有真相 所以接下來要麻煩 所有投資朋友們 幫我們觀看一段 來自於7月13號的 我們的回播 請看 另外還有一檔股票 5269 這檔也是一樣 所以說 在這種的條件狀況之下 這些的半導體 這些做傳輸的 在未來在5G領域裡面 你不要認為說 他們現在的股價 已經高了 可是在未來的世界裡面 他們的股價 在這個地方 我個人認為 應該是支撐點 哇 老師 天啊 你在7月13號的時候 就已經成功的來 預測到 翔碩了 而且今天翔碩表現不得了了 直接漲停亮燈了 各位朋友 好 在這邊跟各位做一個報告 各位現在看到 是110年的8月3號翔碩 我們看一下今天的K線 各位 對到目前為止是1點23分 1點23分 還在盤中 所以我不方便 對他的股價做一個表達的 表達動作 因為這個金管會不允許的 但是呢 從這個地方就一路 一路做一個上漲的動作 上漲的動作 好 那翔碩它是歸類於半導體 它歸類於半導體 所以說 我曾經在節目一直跟大家講 這個下半年一定要看什麼 一定要看半導體 跟電動車 是這兩個最大的產業 那我們再來看 現在的翔碩 它今天的漲停板價格是2205元 各位看一下K線 看一下K線 它的K線是 一直向上哦 這個是7月13號 這個是7月13號 在這裡 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們來回顧 這個時候這邊有一個高點 這個高點呢 我們來看是多少錢 這個高點是2140 2140元 在今年的2月2號 那7月13號在這裡 我可以在7月13號就跟大家講 如果 未來 現在的這個地方是它的支撐 我這樣講各位了解嗎 所以說 當初我在這個地方講的 是不是變成了一個支撐的動作 假設真的不小心 它會被拉回 假設 我沒有對它做判斷的動作 因為在盤中 那這個地方 就會是它一個支撐的動作 我這樣講 我那個時候講有沒有講錯 沒有哦 今天完全驗證 好 那剛剛主持人說 骨厚的問題 各位 現在的翔碩 是跟著大盤同步上去 甚至於它的強度 是強於大盤的哦 那這樣的一個環境之下 再回來看看我們的3008 大力光 大力光目前是這個樣子的哦 是這個樣子的 如果說 現在是半導體的世界 半導體的天下 那現在的6415的系列KY 它也是半導體的 那翔碩 它也是歸類於半導體的 所以我認為今年很有可能 我們的古往古後 都是半導體IC設計 在做一個領軍的動作 那所以說 今天假設你真的要買 2000塊以上的股票 你真的要好好斟酌一下 你要選哪一檔會比較好一點 我們再看這個地方好了 再看之前我是怎麼跟大家報告的 各位現在看到這個是5月1號 為什麼我一直說電動車 電動車 各位我們看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5月1號 這個是日期0501 那在這個表單上面 我就跟大家一起分享了 這檔股票 跟這檔股票 跟這檔股票 這三檔股票 你們一定要注意 然後呢 在5月7號 我也發了簡訊給我的會員 這是一個提前布局的一個 溫馨的買進簡訊 那怎麼看呢 此波車店產業 還沒有上漲 我鎖定已經很久 相信輪動時機到了 應該在5月中旬左右 等到呢 止疊 止吻的時候 我們就準備進場 等我的訊息 這個是5月7號 再來5月18號 我就帶著所有的會員 買進2481的強帽 與54歐的台販 各位現在看到 是我的原始簡訊 發給我的會員的 再往下看 5月18號 各位可以看得很清楚 這是一個下跌 有沒有在這個地方 做一個止疊止吻 有喔 5月18號 跟5月中旬 差不了一兩天喔 然後就一路上去 一路上去到7月8號 我把它賣掉 這個的強帽 再看下一檔 這個是台辦 一樣的 也是在5月18號 這個地方 一路上去 一路上去 那我除了跟大家講 電動車 它的相關 那個概念股之外 我還在6月18號 你可以去把我的袋子 調出來看 我跟大家 特地介紹了MOSFIT 我們再往下看 目前呢 我跟大家有報告過 晶片的製造 跟產業的運用 因為我一直擔心各位 對於下半年的 那個半導體 跟車電是沒有什麼感覺的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 就特地我自己 用手繪的方式 然後跟大家做一個表達 現在在AI的人工世界裡面 這個半導體呢 會透過IC設計 晶圓製造 光照製造 最後封裝跟測試 然後產出了這個晶片 當這個晶片被生產出來呢 有兩個產業是最受惠的 一個是手機 一個是車電 我這樣子講 各位應該要很清楚 那現在的iPhone 13又要問世了 是 那這個時候就代表 他的手機狀況呢 應該是OK的 那我們先不去衡量這個 我們看看下一個 然後在6月18號的時候 我在節目上告訴大家 MOSFIT 為什麼呢 因為電動車 它的動力來源 是靠充電裝跟充電槍 它不是吃汽油的 以後會是純電的電動車 這個是8月3號的 8月3號的 那我在6月18號跟大家報告什麼呢 這個是我6月18號跟大家報告的 我還特地把這一個把它圈起來 我還特地把它圈起來 我怕各位看的沒有那麼清楚 我就把它圈起來 圈起來之後呢 我們往下看 7月份 我現在秀7月份的技巧就好了 7月23號星期五 10點56分 我請會員呢 5299捷利請試駕買進 為什麼要買進 因為已經碰到了十日線 碰到十日線的時候 會有阻力 會有買盤進場 這個是7月23號星期五 10點56分 我們來看5299 5299的7月23號 今天的捷利雖然喔 雖然你不要看它好像是 我們今天沒有漲非常的多 可能是有一點點小跌 不過老師會來跟所有的投資朋友們說明一下這個原因是什麼 這個沒有問題 我們先看7月23號這一根 我再把K線叫出來 是 我直接叫十日線好了 比較清楚 所以各位 有沒有如我簡訊所說的 它已經距離十日線非常近了 這個時候會有買盤上去 就從最低點的228 一路拉到收盤 241 這個地方就上漲的13塊的下影線喔 那隨即呢 這個是禮拜五 7月23 這個是星期一 7月26 再回到我的畫面 這個是7月23買進去的 我7月26號 12點18分 就把捷利賣掉 你可以去看7月26號 12點18分的五分通線 我們來看這個地方 各位現在看到的是7月26號 12點20分的 因為我是12點18分下達那個簡訊的 所以說在12點15分到12點20分 這個五分通線就會做顯示的動作 各位 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最高是265漲停板的價位喔 最低也有262 264 265喔 那各位看到的現在是它的五分通線 這個不是K線喔 不是說這個地方是7月26 這個地方是8月3號喔 不是喔 這個地方都是7月26號喔 我現在講應該很清楚 所以我就直接賣在7月26號的最高點 那賣完之後我後面有沒有再做進場動作呢 再看這裡 到了7月28號的時候 7月28號 9點26分的時候 我告訴大家請掛價 216元買進5299的捷利 216元喔 再回到捷利這邊來看 7月28號在哪裡 7月28號在這裡 各位 7月28號他來過跌停板價位喔 是215喔 215 那我掛多少 我掛216 那為什麼我不會去掛215跌停板價 因為那個時候215跌停板價 還有三四千人在那邊排隊 我沒有辦法確定我帶的會員去掛跌停板價 會不會輪到我們 因為前面有三四千 三四千張 所以各位 在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我就寧願多掛1元的成本 216 然後現在呢 今天呢 也來到最高是259喔 259喔 目前都還在十字線上 目前都還在十字線上 這檔我急不急的走 我沒有那麼急 因為我還看好他 目前來講我216進場 就算到現在247元 我的幅度至少還有30元的利潤 是 那這邊還是要跟大家報告一下 除了捷利以外 老師剛剛其實在前面有提到的 強帽還有台辦 老師從第一次進場 以及第一次出場的時候 一路上漲的幅度是來到了幾% 1.2倍 百分之120 就是120%喔 所以麻煩 就是所有的投資朋友們 可以自己順算看 如果你的資金120%的話 大概是多少好不好 那在這邊的話 還是要跟大家來講一下 今天除了剛才講的電動車 我們提到的強帽 台辦 捷利 這麼多以外呢 有一個事情 因為老師已經1點半了 所以有一件事情 我相信所有的投資朋友們 應該都會非常非常的好奇 今天貨櫃三雄 只有 只有喔 只有陽明 是以漲的收盤 其他的兩雄都是以跌 然後來收盤的 這邊老師有什麼看法 很簡單 8月3號 這個各位已經看到了 這個各位已經看到了 我們再回到那個畫面 很多人呢 其實現在的投資朋友們 都會非常好奇 究竟呢 航運股還能不能夠爆 有些可能其實 跌到一個低點的時候 直接 我們要止損嘛 直接就先出場 那老師這邊怎麼看 好我們先看這邊 各位現在看到 8月3號的 8月3號的 假設今天你有看到 這樣一個消息 是 你手上有航運 你覺得你會認賠殺出嗎 不會 不會 你不會認賠殺出 那這個時候 主力 作手 他們要不要吃貨 要 但是你不賣 他們怎麼吃呢 所以你不賣沒關係 我先賣 但是我這個賣的動作 是有一點要拋磚淫慾喔 就是我先賣 然後我讓骨架先 沒關係 因為主持人不是分析師 所以可以大肆的分享我的意見 我先賣一點 然後讓骨架下來了 以後 我在買入 那相對的股價 是不是就會比較低呢 這件事情 投資朋友們 應該會比我們還要清楚喔 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是 最大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作手不會care股價 沒錯 但是他會care 我可以買到幾張 所以說我在賣的時候 你們看到有那個賣壓 可能就有很多不知情的人 就會跟著一起賣出來 對 因為他賣我也要賣啊 不然怎麼辦 好害怕喔 所以說各位 在這種情況之下 任何的利多的時候 都會發生這些事情 所以說你一定要去調整 你對於這方面的一個 一個正式的看法 然後呢 到底要不要被人家給騙出去了 這才是最重要 不是騙出去啦 要不要這樣子的話 有點我們太直白了 可能是說 人家給你一點點東西 我們可能就慢慢走入了 對方的陷阱當中 所以我們要麻煩投資朋友們 心態一定要是正確的 那如果你發現自己開始會徬徨 晚上開始睡不著覺 這是為什麼 因為不夠自信 但是老師可以在這邊 這麼大聲的跟你說 而且他今天看到這樣 老師因為手上你的會員 其實也有航運股對不對 沒錯 你要不要跟他們信心喊話一下 各位會員 你們現在手到航運股 目前是賺的 但是呢 雖然賺的不多 但是如果看到了 我今天在節目上的 這個說明的時候 你們可以不要那麼相信我 但是你們要看到8月3號 這個爆章媒體雜誌 還有拜登他說了 他在也不打壓運價了 這個才是最大的重要消息 那這邊還是要跟大家補充一下 運價還是持續的在不斷的 變高變高變高 所以要麻煩投資朋友們 如果你現在手中還抱著航運股 但是有些人可能是追高的 那這個時候你們要算一下 平均的這個張數 均價是來到多少 如果不會也沒有關係 為什麼 因為麻煩各位拿起你們手機 掃描明目上方的QR Code 或者是輸入賬號 94888BVIP 同樣會有專人來為各位呢服務 那也要提醒大家喔 今天其實講了這麼多 包含像是我們的貨櫃三雄 包含我們電動車的一個趨勢 還有最重要的是股後對不對 但是最後我們也要提醒大家 老師其實在之前就有不斷的預測 聯電以及台積電 這兩個呢會不斷上漲 今天這兩檔同樣呢 都是漲到一個不行的 然後同時呢收盤結束了 但是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加好的一個 時機點可以買入聯電的話 也要麻煩大家 直接幫我們掃描QR Code 同樣都會有專人來幫你服務好嗎 那今天也非常的感謝雷光老師 謝謝十三 謝謝各位 那也要提醒所有投資朋友們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影片按讚訂閱分享 小鈴鐺記得打開 股市戰國策我們明天見 掰掰 掰掰